针对公民团体联署提案罢免市长谢国良的议题 传出第一阶段3000多人已经达标 市长谢国良在市议会临时会开议前接受媒体访问时 并没有回应这个议题 而是回归市政议题全力打拼 这个公民团体拆良行动 他们发起的罢免 然后已经第一阶段达标 也就是有3000多份 那这边您怎么看 我想我们会卖力的 努力的 就像我们的美术馆艺文广场一样 做好我们的市政工作 那会不会觉得背后是不是有特定势力在操作这件事情 就如同刚刚所跟您报告的 像我们的电动机车的一个新的方案 明天就要宣布了 所以这些都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我们都会努力的 卖力的 诚恳的把我们的工作做好 在市长谢国良和议长童子委 全力降温罢免和反罢免议题下 激动市议会临时会顺利提早结束 市长谢国良也礼貌信先上台 向议长童子委致谢 随后也亲自逐一跟现场各党派的市议员们握手致意 感谢大家在这段时间针对各项的市政建设问题提出的建言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谢谢大家